哈囉 捐問 父母一直要加我FB 怎麼辦 我不想生活都被他監控 挺煩惱的 我記得大概兩年前吧 我媽剛去讀國中 結果有一次我下課回來 我聽到 嗯 槍林彈雨的聲音 我打開門一看 我發現 我媽在打線上射擊遊戲 結果沒多久之後 我媽學會玩臉書了 她又叫我臉書 我突然嚇一跳 那怎麼辦 其實後來我發現了 同學 如果你發現你爸媽要加你臉書怎麼辦 我給你上中下三冊 上冊 你就弄個假帳號嘛 然後主動加她臉書 主動加她好友 哦 然後你每天就播一些 上健身房啦 去圖書館啦 然後播一些勵志的文章啦 其實就 就安他的心嘛 這也是一種孝順的行為 那中冊呢 那簡單呢 你就弄一個英文名字就好啦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在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 跟一群台北女生聯誼 那女生自我介紹 你好我Jennifer 你好我Jessica 你好我Mary 我們班的男生全變了 你好我David 你好我Telence 我找完美群 嗯 你就是變David了 你黑群啊 你吵嘴啊 你白群啊 所以我覺得 你就弄一個 英文名字 讓她找不到 OK 那下車咧 你直接封鎖她嘛 一了百了 但是其實咧 孩子 爸媽加你臉書 其實他只是想更了解你 更關心你而已 他其實沒有惡意 他也不是想要監控你 這樣聽不懂 這樣是嗎 knoc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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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знак